我的老爸绝对是个老六 表面上他是个农民工 实际上他却是个隐藏富豪 他为了从小穷扬我 硬是陪我住了二十多年的烂尾龙 直到女友把我甩了的那天 他才说出了我的真实身份 上级说到我去找我的助理陈豪诚 不料被保安拦在了门外 公司秘书一通电话 直接惊待了正在开会的总经理陈豪诚 直接派人用直升机给七等闲 安排了公司的最高规格的招待仪式 齐少爷 我可算把你给判来了 杨秘书 你赶紧去我办公室 将那瓶珍藏多年的拉菲拿到客厅 今天我要和齐少爷好好庆祝一下 是 陈总 我这就去安排 说完便热情地把等贤请到了招待客厅 等贤也是没想到陈豪诚对自己态度这么热气 让他微微也有些意外 陈总 我这次来的确有两件事情 需要麻烦你一下 齐少爷 小的不敢当啊 您叫我陈助理就好了 少爷有事尽管说 在下任一位少爷你付汤导火在所不辞 我想让你帮我收购横峰文化娱乐公司 最好能将董事会的汪东辉赶出去 横峰文化娱乐公司就是等贤之前工作的地方 而汪东辉正是之前开除等贤 让他丢了工作的横峰文化娱乐公司董事长 没问题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好了 正好横峰文化娱乐公司我们顶和集团也有股份 我让人操作下再让集团出资全盘收购了就好了 对了 你另外再帮我安排个住的地方 我原来那地方太破旧了 我们公司在巷树湾的紫禁关区还有两套别墅 如果少爷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帮你安排在那里 行 就那里了 你帮我安排吧 等会我就过去搬行李 好的 那少爷我送您过去吧 不用了 等会我搬好行李自己会打车过去的 对了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虚张声势 我的身份暂时替我保密 好的 全听少爷安排 这次出来的时候 那位嚣张的保安大叔对等贤变得也是一脸恭敬之色 甚至还坠坠不安的对等贤道歉 其少爷实在是对不住了 我也是职责所在 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小的也是只想混口饭吃 不行 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请你继续保持 这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其少爷 什么 你再说一遍 要不然我现在就开除了你 别别别 以后我一定见你一次屌你一次 笨 这才像样嘛 说完等贤就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回出租屋收拾行李准备搬家 忙了大半天后等贤肚子饿得咕咕指叫 此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谁啊 这么晚了想干嘛了 等贤是我 我是你的大学同学马胖子 于是等贤热情的打开了门 眼前的马胖子正是他在清水城最好的兄弟 走 哥家特地请假过来陪你出去撸串 等贤有些感动 这马胖子显然是知道他跟林倩倩分手了 猜到他可能心情不好特地请假过来陪他撸串散心 行 走吧 你能主动请客 这顿饭我当然要吃啊 很快等贤就和马胖子来到了大排档 桌子上点了很多香气喷喷的烧烤 两人便开心的吃了起来 兄弟 那林倩倩我早就看出有问题了 分得好 这种见钱眼开的女人早分手早解脱 其实我早就不在意了 对了 你和你的女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我女朋友不小心得尿毒症了 医生说要换肾 还说至少要三十万的手术费才能进行手术 那她的父母不帮下她吗 但 韩寒的父母都是农村的哪有那么多钱 她上大学还是住学贷款的 去年才把贷款刚还完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啊 还能怎么样 我这辈子就认定她了 本来想找父母借点钱的 但结果他们死活不同意我再跟韩寒交往下去 可是我自己打工赚的这几万块存款也远远不够啊 大东你还差多少 跟我说我支援你一把 别逗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就你那点积蓄哪够 听说你被老板开除了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 你还是留着自己过生活吧 我是说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我昨天中彩票了 中彩票 那改人的概率能中奖才怪呢 等前没再给他继续解释下去 而是拿起手机直接给他赚了三十万 支付宝到账三十万元 看到那一笔巨款和打款人 马胖子彻底惊呆了 兄弟 你是不是打劫去了 你瞎说什么啊 我可不做那种违法乱计的事情 都说了我是中彩票了 不好意思 刚当我太激动了 所以连说话都与无伦次了 你这是中了多少奖金啊 不多 也就五十万吧 等前随口编了的数字 因为他知道不能把他是超级富二代的身份说出来 要不然怕把他好哥们给吓死 五十万也不少了 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啊 兄弟 我先跟你说好 这三十万算我借你的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还你 不急 现在治好你女朋友的病才是最重要的 对了 等贤 这个周末咱们有场老同学聚会 不过你那个前女友林倩倩也会去 你去吗 去 当然去啊 第二天等贤便拖着行李箱 准备搬家到橡树湾紫金关别墅里面去 不料却在门口遇到了前女友林倩倩和张浩东 哟 这不是齐等贤吗 你这穷小子怎么会到橡树湾别墅这里来了 不会是追着倩倩屁股后面过来的吧 你想多了 我是搬新家到这里来了 齐等贤你该不会是搬来橡树湾小区租房住吧 你现在连份工作都没有 这里的房子不是你能住得起的 我住不住得起关你什么事情 是不关我什么事情 不过你最好别惦记我了 我和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看见了没有 这是张绍给我买的两万八的LB包包 还有一套一百八十万的橡树湾房子 穷小子看到了没 本沙 我这才叫实力 没钱以后就不要学别人撞13了 就在这时社区服务部的经理林洋手中拿着照片走了出来 经过照片和等贤本人的相貌对比后他终于确定 这位齐等贤先生就是陈总叫他招待的贵宾了 齐公子你好 我是橡树湾社区服务部经理 您的紫金棺别墅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我这就带您进去 好的 那就有劳您了 我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橡树湾紫金棺别墅那至少是两千万起步的别墅 这小子难道要住那里 对了 倩倩 有句话你说的我很认同 来 来句话 那就是我和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等贤说完就在别墅负责人的带领下进入了别墅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住得及紫金棺花园别墅呢 这绝对不可能 倩倩 你可别上当了 我估计这小子为了在你面前装的有钱 可能是花钱请人来演这一场戏的 对 肯定就是这样的 一定是他花钱请人来演的戏来骗我们的 等贤来到了别墅里面被里面的精致装修给震惊到 因为这里面的装修风格实在是有些别具意可 此时负责人拍了拍手 一个俄罗多姿的女佣走了出来 齐少爷 她是出了名的很能干 主人您好 我是您的全能女佣安玲 请敬请吩咐我 全能女佣 那你能干嘛了 我能干的事情很多 只要您能想到的事情我基本上都能办到 那好啊 我肚子有些饿了 你去做饭给我吃 不一会的功夫安玲就做好了三菜一趟 看起来十分的好吃又诱人 看得等闲口水都流出来了 主人请用餐 祝您用餐愉快 你的菜做得很不错 要不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 可是女仆却怜的摇了摇头 坚持表示女仆不能和主人一桌吃饭 好吧 不亏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女仆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于是饥饿的等闲狼吞虎咽的吃起了午饭 不知不觉中又开启了美好的一天